海巡署金马鹏分署第十岸巡总队前林姓忠孝参谋主任 火同下属侵占岸巡火石罐头64箱 以滔天换日的手法分成三次从马祖运回台湾送给亲友 甚至连前妻都收到 士林地元今天宣判他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2023年3月马祖士兵在沙滩上写下火房都没有肉 肚子饿却只能吃泡面跟罐头 这样的抗议讯息引发关注 事后马防部虽然派运输机空运解决物资问题 但还迅速要求马祖岸巡队清查国军罐头数量 这一查也让林姓参谋主任等军官侵占64箱罐头铺了光 2022年间林姓参谋主任发现配发的部分罐头 剩余存量过多起了贪念 只是下属把罐头打包装箱 64箱罐头被分三次送往基隆港 他再请两个朋友分别把偷来的罐头送到不知情的前妻家去 案件经过审理 12号士林地院一审宣判 林姓参谋主任设犯侵占供用财物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四名下属虽然说是听命行事 但也有刑责 至于负责分赃的两个朋友 则设犯收受及搬运赃物罪 处三到五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 自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A走64箱罐头 恕不知最后行机败露得付出惨痛代价 记得综合报道